北京时间3月4号晚上 Kristin Dior 206 秋冬大秀在法国巴黎正式揭开神秘面纱 大秀在卢浮宫方形平院内举办 独特的镜面设计美轮美奂 Dior本季时装如同在崭新白纸上描绘而出的黑色轮廓 而密度 纹理 瓷绣和盐缝 让服装展现出勃勃生机 手绘印花丝绒重新上色的替花灵感 来源于Dior先生的经典设计之一 而这条色彩碎片化点缀着提花刺绣 和豹文的冰淇淋群为本季时装带来了无限遐想 多种元素不拘一格的组合摆脱了对女性魅力的法威印象 呈现出充满诱惑坚定自信 充满生活趣味勇于挑战未知的巴黎女性 身上的叛逆和自由态度 同时一款全新Dior标志性首带惊涅登场 她以全刺绣或鸵鸟皮 鸽鱼皮 西里皮等珍稀皮革 混搭创造出一种冲突性的美感 当天两位中国女神宋倩网络单点神看秀 很显然她们都是有备而来 宋倩身着Dior 2012高级定制套装亮相 深厉于小裙摆的设计 把宋倩中性的帅气潇洒演绎的恰到好处 跟以往的Dior的风格很不一样 很多新鲜的颜色在里面 就是有豹纹啊 然后不光是衣服上面 然后还有就是目镜上面有豹纹的东西 所以还蛮让我感觉眼前一亮 王洛丹当天则身着Dior 2012秋冬高级定制系列 蓝色哥文大鱼群亮相 搭配蓝色尖头小高跟与红唇装 诠释了少女初长成的成熟韵味 长大了吗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想希望有一些变化吧 因为以前是短发 然后比较干练 然后我自己平时还是会比较像假小子一点 然后出席活动 可能希望给大家更多的可能性吧 谈到Dior 2016秋冬设计 王洛丹的喜爱之心是守都守不住啊 我觉得剑剑我都喜欢 而且它不同的材质拼接在一起 而且它对于肩膀还有脖子的设计我都很喜欢 而且我很注意它这季的整体的妆容 包括嘴的颜色是黑色的 然后很多有一点小叛逆的元素在耳钉上有体现 然后立体剪裁有很帅气的一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